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蜜亚太世界 一提到沙漠 大家首先想到的词语就是猎日和制考 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 很少有人愿意去沙漠冒险 因为在这种严重缺水的环境中 几乎没有生物能够生存下来 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仙人掌 可正因为如此 大家才对仙人掌充满了好奇心 难道仙人掌自带超多水分 所以才能够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吗 为什么在沙漠之中 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而且对于沙漠之州骆驼来说 每当他们口渴的时候 一定会去吃仙人掌 所以仙人掌的水分含量 真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未解之谜 不过仙人掌随处可得 所以只要做一番实验就能够了解二三 有老外专门将仙人掌切开 亲自尝了一口 这才明白为什么骆驼特别喜欢吃 当老外切下一块仙人掌之后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虽然仙人掌的表面都是尖尖的刺 但是里面却是鲜嫩的果肉 而且汁液非常丰富 后来老外将这片仙人掌 放在了炙火上烧烤 不过很短的时间 仙人掌的叶片里就充满了液体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主要是因为仙人掌的内部 有大量铸藏细胞组成 还有丰富的粘液组织 所以能够防止水分流失 除了自身的含水量比较丰富之外 仙人掌的根部还能够深入地下十几米 能够云云不断吸取地下的水分 正是因为有这项特殊功能 仙人掌的内部水分含量才会这么高 也能够给沙漠中的生物提供一定的水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